那再来的话 当然至少你会贴吧 改的话记得 这后面如果有一个 如果是Google下来的话 会多一个encoding等于 这个可能要自己记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贴上之后 如果我希望把它改成这样子 改成什么呢 就是多一个什么呢 国文最高分是谁 英文最高分是谁 数学最高分是谁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该如何撰写这个程式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大概把这个把它拿掉 OK 这边大概会几个地方 我把它拿掉一下 其实我只要做一个逻辑判断而已 OK 首先的话 我大概做哪些事情 因为我要做判断 所以我要知道那个最高分是谁 所以最高分我必须给它一个变数 最高分跟是谁 那我这边就建一个什么 Bmax 预设值等于0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先从 先给它一个预设值0分开始 那是谁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给它一个空置串 反正以后如果你不知道是那两个东西是变数 你就先产生两个对应的变数就可以 那做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做判断 那怎么判断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稍微比较麻烦 第一个方法是用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4回旋 先读第一个人的成绩 读谁的成绩呢 读这个刘小华 刘小华的成绩80分过来 那他跟Bmax比的话 那一定是80分比较高 所以就留下80分 跟58分跟80分比谁高 还是80分 跟50有没有 所以其实意思是说 我只要读进来一个 我就两个比对 最高的留下来 OK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如果一辅 成绩怎么写 如果呢 我读进来这个成绩 有没有INT这个 我习惯这样 这个成绩如果大于什么 大于那个Bmax 目前是0嘛 所以一定是大于 所以80分留下来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把那个东西放在Bmax里面 那怎么放 Bmax等于后面的东西放到Bmax 就是把这个再把它怎么样 我习惯这样 把它放进去 OK 那这来的话最高分那个是谁 其实最高分那个就忽之欲出了 其实他跟那个这个List2 跟那个成绩的关系 基本上就是什么 就是他是在第二栏 就是编号是1 可是姓名的话呢 他是在第一栏 有没有他在这边 他在旁边 所以他这两者之间关系吧 就是把这边改成0就可以了 这样看得懂意思吧 OK就是 就是我的那个把最高分那个部分 帮我存起来 另外的话呢 把那个最高分那个人是谁 因为他是在他的旁边 所以这个是1嘛 这个是0 所以把这个0的部分放到Bmax里面 所以这样跑完之后的话 全部都比过了哦 那我就知道最高分的几分是谁也出现了 那接下来我可以把那个叙述把它填上去 那这个我蛮长一串的 所以我直接拿这个来改 直接这边 把它贴上 最高分的那个是谁 那就是把这个Bmax 在这里直接拿这个来复制 我习惯到 托拉安侃兽键 然后呢 名字叫什么 那就是什么 就Bname 所以把这个Bname 这个名字放在后面 那加一个后 应该有后瓜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最高分的人 特别注意 这边print本身 如果你有很多个 要输出的字串的话 除了用串接之外 另外一个方法叫做逗点 逗点的话就是输出第一个中间加空白 输出第二个空白 输出第三个意思类推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去管说你要转型不转型 用加逗点好不好 这样比较快一点 那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执行完毕之后 最高分 是谁 就出来了 OK 那当然如果你国文做出来之后 那英文跟数学 应该都一样 所以怎么办呢 大致上应该只有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程式 其实可以把它放到哪里呢 下面这边 D的话也可以放在下面 只是说呢 这个叫Bmax 加一个Bname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说干脆C 干脆叫Cmax 加一个Cname 所以这边的话 这边呢你可以怎么样 拿这个来改算 这边叫什么 叫做Cname OK 所以这边的话加一个Cname 然后呢再加一个什么呢 Dname 那如果说你有三个变数 对不对 他的初始都是等于0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全部串一起就好 这样就同时可以初始化 你也可以写三好 如果我觉得写这样比较清爽 那这边一样 Bname 你也可以等于等于什么 等于Cname Cname等于空的 那Dname呢也是等于空的 就是这三个呢 都是空白的 就是是谁 各科的最高分的人是谁 那一样可以把这边什么 把它复制下来 Ctrl 键按住 那改的话其实很简单 把这边改成C 这边改成C有没有 OK 这边改成C 那其他的话 这边应该改成第一 第二栏嘛 那这边改成二 表示说他应该是在哪个位置呢 在 这个是零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OK 那这是三 那一样把那个 数学部分 一样 这边的话就是把这边改成D 这边也要改 这个要改成二 这边改成三 可以吗 这边也要改三 那这边要改D 反正就照着改就对了 应该知道那个意思 然后就分别把这边C的最高分抓出来 然后是谁放进去 然后最高分放到C max 是谁 然后一样在最前面 放在C name 然后一样意思的一推 这个 应该都改完了吧 OK 然后再check一下 剩下来的话就是什么 把这个一样复制 贴上贴上然后改一下 C name C max 这样的话基本上 就可以把那个我们要的结果 给做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我先大概把它改出来 C 前面名称再改一下 然后一样这边D 然后就最高分的那个是谁 OK 那前面自己再改一下 看一下 应该理论上应该 这边有个bug 这边漏掉 这边应该等于 少一个等号 OK 串在一起 知心 OK 可以看到 理论上应该都是刘小华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80分 85分 然后就75分 这个前面的名称再改一下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 不过这边写法 都是用那个逻辑判断 一辅 如果最高分留下来 是谁也留下来 OK 请各位试一下 OK 那当然除了用这种写法之外 还有更简单的写法 而且正常考试 也有考类似像这种题目 只是说可能里面的那颗 资料不太一样 但是他甚至比这个还稍微简单 他是考什么 考谁 然后身高体重 谁身高体重 然后判断哪一个人的身高最高 哪一个人身高 哪一个人体重最重 做法几乎一模一样 改写一下就好了 一样要叫你外部读胆 读进来之后判断谁最高 谁最胖 把那个结果给拼得出来 所以如果你这一题会的话 那个考试的题目也差不多 这种题目其实大家都还蛮爱考的 因为未来外部读档进来的资料做处理 大概流程都差不多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就是有点像 等于有点像在Excel里面做事情 但是只是说Excel里面是用滑鼠键盘做 但是这边全部都用程式完成 所以你变成说你必须要熟练的是什么 那个Fore回圈逻辑判断 然后变数的这个资料的转移 其实就是把这个资料放进某个变数里面 大概会有这种操作 还有串列要切割 切完之后 要怎么去取得资料 另外就是说如果里面的资料 如果本来是文字 是文字这字串 你要懂得把它转换成整数INT 这个部分的话 每一个地方都有是 Stay也是细节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方法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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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